应该是两三天之前 是孤王会谈 大陆称为汪姑会谈 不管是孤王还是汪姑 都是一回事 孤王会谈30周年 这个30周年代表什么呢 就是两岸认同九二共事 一中原则 虽然台湾说是一中各表 可是不管一中各不各表 都是一个中国原则 大家都是中国人 像这一种道理 两岸都能够认同 就是从30年前开始 那现在反其道而行 台湾就是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然后也否认九二共事 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有2500多件的 这个贸易壁垒调查 我们上次也讲了 就是我们第一季 两岸的贸易衰退了26% 26还是28我忘了 反正就是将近三成 大家知道 不要说国家跟地区之间的贸易 你个人的薪水的收入 如果你少了三成 本来一个月赚2万 突然变成只赚了1万5 1万4 你日子怎么过 你房租怎么缴 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有24500样的贸易壁垒调查 如果一查下来 再加上ECFA 两岸之间的ECFA 如果中断的话 那台湾的人民 生活马上要面临困境 所以蔡英文也不要嘴硬 赖清德也不要在那边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也不要在那边和平保台 说屁话 和平保台 要拿出具体的行动 要把台独党纲先废掉 可是呢 如果不这样做 我认为2024年 台湾的选民 要牢记一件事情 有两种人是不能投票 不能投票给他的 一种是主张台独的人 不要投票 就算他现在不讲台独了 可是还有台独的背景 他是不会变的 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主张台独的人 他就是 他就是独的人 他就算穿了外衣 他也是独的人 台独的人 你选他的话 台湾未来倒大煤 另外一个就是没有 就是我上次也讲到 不能够饮水思源的人 赚了大陆的钱还骂大陆的 我不是说针对大陆 一个没有饮水思源的 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你投他有什么用 你投他 他将来就来对付你 所以一种就是台独的人 不要投他票 第二种是忘恩负义 不能够饮水思源的人 不可以投他票 此时此刻 我觉得国民党朱立伦先生 就面临一个历史的时刻 这个时候你跟上一届的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两个非常大的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现在各位知道 我给大家看 这是今天早晨中时电子报 中时电子报的新闻 中时电子报它说啊 共军可挂弹最大型无人机 县中首度逆时中绕台 这个是摄影大哥 麻烦你拍一下 这个就是绕台的无人机 大陆的无人机 再来看它的路径 它的路径 大家看一下 它是这样绕一圈 连无人机都来绕一圈 那我为什么要举这个新闻 做例子呢 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吧 一个月以前 不到一个月吧 蔡英文 去美国访问 去见麦卡锡 大陆军队立刻环台军演 这是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两次环台军演 前不久 有一个大陆媒体问我 为什么会是72小时 就是环岛军演 为什么是72小时呢 为什么不是80小时 为什么不是90小时 而是72小时 我就回答他 我说我虽然不是学军事的 我也不是军校 也不是军人退役 可是呢 我至少还当过一年 十个月的预官 预备军官 至少还有一点点皮毛的军事尝试 72小时 其实我看到 网上的很多的新闻的分析 也跟我目谋而合 我不是看他的分析 我自己就直接告诉大陆的媒体 我说这72小时 就是一种参谋作业 就相当于 洛曼帝登陆 当时称为D-Day 作战发起日 D-Day 像洛曼帝登陆 这么大型的一个作战 美军跟盟军 一定有一个非常缜密的 参谋作业系统 就是说D-Day的第一小时 要做什么事 第二小时要做什么事 第三小时要做什么事 然后第一天要攻占哪些地方 第二天要攻占哪些地方 这个参谋作业都非常 细致地做计划 这就是参谋计划 参谋作业 作战计划 所以我认为72小时的意义就是什么 第一小时 比如说 他要炸毁 所有第一线的 作战基地的飞机 还有重要的军港 还有重要的网络设施 重要的通信 他把你毁掉 在第一时间 可能第一小时 第二小时 就把你全部毁掉 第二小时是做什么 第三小时做什么 第四小时做什么 这个计划都清清楚楚 一直到72小时 72小时是什么意思 不是说演习结束 叫72小时 任务完成 什么叫任务完成 解放台湾 或者收复台湾 任务完成 那不管是收复台湾 不管是解放台湾 我请教一下 这一任的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先生 他的肩头的责任是什么 不是赖清德说的 和平保台 他的责任 是要让大陆知道说 台湾 在台湾地区 还有很多人 他是认同 他是中国人 他是认同反对台独的 所以两岸不能有战争 是这个意思 不是要以拖待变 不是要维持现状 不是要假装 两岸和平 实际上是搞台独 不是的 所以朱立伦 他的历史任务是在这里 如果 台湾的政治人物 他的心里面只有美国 只有台独 如果身为一个党的党主席 一个参选 总统的政客 如果他的心里面 没有两岸一家 没有两岸和平 没有台湾人 就是中国人的概念的话 我认为未来台湾是会很危险的 可是呢 我们从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国民党一直拖延 你不管是要征召啦 不管是要民调啦 不管是要干什么 你至少要明朗一点 让人家知道你在干什么 而不是要让人家 而不是要让人家 猜不透你的葫芦里卖什么药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我想不管是任何的 什么强大的母鸡 都会得积温 那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朱立伦 很可能会变成历史的罪人 因为为什么 因为台湾一点点的和平的希望 两岸的和平希望 两岸一家的希望 都毁在你一个人的手上 这样子是得不偿失的 好 我是带到这里 因为我对台湾的问题 我实在是 我觉得 很不想讲 为什么 我觉得很绝望 很失望 还没有到绝望 但是至少很失望 失望到了一个极致 那另外 我们现在 我们刚刚讲了 苏丹 讲了琉球 讲了美国 控制全球各地的 主要的 这个战略要地 我刚开始也说 美国是一个下降的格局 是一个下行的格局 最近有几个具体的数字 非常清楚 非常明朗 我们知道 中国的 就是2023年第一季 它的GDP 已经出来了 增长 比去年同期增长 百分之4.5 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美国第一季的GDP 增长多少 百分之1.1 中国是它的四倍 中国是它的四倍 所以 我不知道 拜登还有什么脸皮 说要竞选连任 我觉得拜登 就算他身强体健 能够学关东 关公耍大刀 80岁也健步如飞 不会随随便便地下跪 也不会随随便便地 对着空气握手 就算他脑筋正常 我认为 美国衰败的格局 拜登也救不了 拜登救不了 最近这两天 还有一家美国的银行 发生金融的风险 所以种种迹象显示 美国的不管是经济 还是金融 都亮了红灯 而且大家也没有忘掉 美国的联邦政府 它的赤字预算 非常的危险 所以再加上 这一个总体的外交 还有军事 各方面的表现 不过虽然如此 我看到有一个新闻啊 就是说 苏丹 中国派了军舰去撤侨 撤了好多的 这个中国的侨民 但是有一些新闻啊 就说 美国没有撤侨 我后来转念一想 美国为什么不撤侨 因为苏丹的动乱 是美国 是美国撤动的 他虽然在美国 虽然在苏丹 有一万多个侨民 可是呢 他干嘛撤侨 因为这个战争 本来就是他 撤动的啊 他不用撤侨啊 他只要跟 他支持的军阀 讲好了 安顿他们在一个 安全的地方就可以了 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 美国国务院 无能嘛 或者是美国的外交力量 不行了嘛 美国的军事力量 不行了嘛 不如其他的欧盟国家 或者更不如中国 能够很快的去撤侨 可是我认为 美国不撤侨 一定有他的原因 美国一定有充分的能力 去撤侨 为什么不撤侨 一定有政治上的原因 一定有政治上的考量 或者是其他的安排 说不定有什么诡计在里面 什么有 说不定有什么 一谋诡计在里面 可是这一阵子 我觉得最大的 亚洲的最大的笑话 就是韩国的隐习乐 韩国的隐习乐 最近闹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可是大家都忽略了 我看了这个新闻 我都觉得很好笑 新加坡联合早报 前两天的报道 他说啊 尹熙悦访问NASA 访问美国的 可以说是太空总署啊 他宣布 就是NASA 宣布参与 就是韩国准备要参与 美国的登月计划 看起来非常伟大啊 从这一点可以充分凸显啊 尹熙悦这个人啊 有韩国人非常严重的 韩国人才具备的缺点 韩国人什么缺点 浩大喜功 夜郎自大 还有自卑心理 越自大的人越自卑 所以我就 我就在想 尹熙悦到底是要当吴刚 是要美国 是要韩国的 这个参加太空计划 是要韩国人扮演吴刚 还是小玉兔的角色 还是要去扮演 被砍掉的贵宿的角色呢 你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 韩国你在航天事业 航天科技方面 你到底是一个领先者 还是美国的跟班 还是一个依附者 那所以我认为 这个尹熙悦 他根本就是一个政治小丑 根本就是一个政治小丑 这个我认为 他根本是完不久 根本是完不久的 那另外还有一个 重要的一些事情啊 就是说 这个 欧洲 欧洲还有一个 管这个安全的官员 叫伯雷利 他鼓动 欧洲的海军 巡航台海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也是非常荒唐的 欧洲的海军 大家知道 不管是英国 还是法国的海军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世界的地图啊 大家看一下世界地图 就非常清楚了 欧洲的海军 世界上 事实上 欧洲的这个海军啊 现在称得上比较强的国家 就是法国 就是法国 不管是法国 还是德国 甚至于英国 英国是老牌的海洋国家 可是就算是英国跟法国 他们的海军 老牌海军非常强 可是现在来说的话 都已经是垂垂牢矣 根本不能够在 全球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可是呢 你从非洲 要绕过 绕过这个 苏伊士运河 要到亚洲地区 不管是要到南海 还是要到台海 这都是一个非常费事的事情 我就看过一些消息啊 就是说 法国的军舰 曾经开到一半 包括他的过去的航母 开到一半 抛锚 开到一半 抛锚 然后还要 还要由拖船 把他拖回港去 所以欧盟的一些官员啊 就讲话 就有点像是台湾的 那些政客 或者是美国 像特朗普这样的政客一样 只会打嘴炮 那柏雷利 他就鼓动欧洲的海军巡航台海 结果呢 被俄罗斯的 政府的发言人 扎哈罗瓦 反问 扎哈罗瓦 他就反问这一个柏雷利 那他说 那是不是亚太地区的军舰 他主要其实就是中国啊 那是不是亚太地区的军舰 也可以去英吉利海峡呢 也可以就是说中国的军舰 是不是也可以去巡航 英吉利海峡呢 因为你可以来 那当然大家互通有无嘛 这个礼尚往来嘛 这个就是说 这个今天啊 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年代 所以总的来说 我再回顾一下 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 我讲的 就现在全球的战略 全球的战略博弈 已经是越来越紧张了 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全球博弈 已经不局限在台海跟南海 台海南海 已经不是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呢 这样子对台海的紧张的形势 是不是有可能稍微缓解 就是说台海的紧张 扩大到全球各地 蔓延到全球各地 会不会也降低了台海的战争风险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一定程度的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这一种蔓延到全球各地的状况 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那我们刚刚也从这一个苏丹 讲到琉球 那这个事情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的动乱 主要的来源就是美国 但是主要维护和平的角色 维护和平的重要的力量 就是中国 所以你看到全球各地 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情啊 其实都有美国的影子 可是呢 现在对世界和平 扮演了一个重要中流砥柱的中国 有了中国这样的角色 我认为对世界和平 是有正面的帮助的 所以讲到这里 我觉得身为21世纪的中国人 也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 大家想想看30年前 1990年代的时候 不管是台湾是大陆 我们中国人到海外去旅游 不管你是拿大陆的护照 拿台湾的护照 你看到白人 不管是美国人欧洲人 你就看他你都觉得矮一节 可是现在 我们中国人走到各地 世界各地都是抬头挺胸 为什么 我们背后国家强盛 所以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都是有好处的 那要怎么样来确保 中国的和平崛起 尤其是和平这两个字 我认为海峡两岸 都要面临这样的一个考验 我们中国人都要怎么样确保 两岸之间 能够用和平的方式 来迈向统一 因为我刚刚讲了 不管是环岛军演 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 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当然很快 72小时可能就解决了 可是后续付出的代价 对于台湾人民 还有可能在大陆 沿着海峡周边的省市地区 这个地区的人民 生命财产会不会受到损失跟伤害 从这个角度来估量的话 我认为和平统一 还是最好的一种选择方式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这个两岸之间 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已经没有办法拖延 拖的时间越久 对我们的伤害越大 大家想想看 我早上 刚刚这个地图摊出来 对不对 台湾如果能够 尽早能够收复 尽早能够统一的话 我们的海军 尽出第一岛链 尽出自如 完全没有阻碍 不需要绕一圈 不需要拐个弯 直接就可以出去了 这就是什么 龙出大海 飞龙在天 这个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两岸之间 我认为和平是上纪 和平统一更是上上之计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实际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闻 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 没关系 绿媒不报的 中天买报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有多一份力量 除去 感谢 vão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